Hello 大家好 一樣 因為我們連續拍幾個 我亦都跟大家說 我每次的影片 我出得真的比較慢 我要做很多資料的搜集 我很多謝Daisy 她說好答應 不如你出快一點點 讓更多人知道真實的情況 今次就和Daisy 分享一下她的租樓過程 嘩 這簡直要吐一個大戲 不如Daisy你分享一下 你的租樓問題 好 租樓問題就真的是很大問題 首先我們想著自己過來 自己租樓 試一下約一下地產 看看可不可以約到租樓 我早就知道我們沒有 credit score 好 難得租樓 已經知道了 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我們最初約了幾個地產 看到樓 聊聊聊 最後業主見你沒有credit score 或者是地產好 他們會覺得 因為這樣的 講清楚一點 我們租樓的過程 他們是要做一個 叫做reference check的事情 他們要檢查什麼呢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 credit history 看看你有沒有 我們沒有 因為新租樓 然後地產就會告訴你 看完你的文件 就跟你說 你未必能過得到 因為你完全沒有credit score 好了 由一個地產 轉移了我們 然後又再約了 約到一個 好了今次找到open rent 就想著 都可以了 找到業主直接聽 業主通常 prefer 你一個長一點的租樓 沒錯 我們叫做長租 長租 長租不是說一年 是說三年 是 因為已經跟你說了 年半 minimum 會跟你花一個contract minimum 年半 那最後 就是了 因為很長 我們香港人覺得 年半 我住一個新的地方已經很長 原來最後業主說 不行 我最後租了一個簽三年 哎 最搞笑的就是 這個業主 他竟然 認識我的姐姐 哈哈 他打算 滾一下人情牌 是 不行的 是不行的 幫不到手 哈哈 就是想著 認識得人 我那次很大信心 你看到我都很大信心 大家聊得很好 原來是 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都 這樣又 很沮喪 因為租到的地方 又要差不多租到期了 準備要搬 要快點 再找再找 幸好 Jesse又介紹了朋友 剛好 他有一個物業 他可以租給我 我以為 怎樣了 直接認識業主 是嗎 對 誰知道 對 原來 原來 業主 那個盤 放了給地產 就算是業主本身 都沒有權選擇 他 都要他再經過 地產 那 又是最後 嗯嗯 哈哈 最後 想著連朋友都出賣了 人情牌都錄盡了 你不如說說有一個 很有potential 花費上門 我不是在這裡喊的 那個 很有potential 那個 真是 又是好不幸 是的 那又有一段估計 就是 我們已經跟地產 幸好Jesse幫我 跟地產經紀 談了 談了我們 什麼情況 我們BNO Visa 是的 很好的 這個地產已經是 很明白 已經覺得 他都說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 要聯絡那個業主 唉 email next day 你說吧 我真是一啞汗 翌日 本來早上十點的時候 都收到 OK啊 我們再找業主 就再談 簽租約了 誰知道 那兩個小時再收email sorry 業主已經走了 他上了天 真的 唉 沒辦法 所以 真是一個很大的 都不知道怎樣 什麼都被我們遇到 遇到 遇到人的又遇到人 跟地產談好了 就打算 都好 都好 就算本身是業主 是的 都不行 都是不行 OK 最後我們怎樣租到樓呢 哈哈哈 嘩 這個 停一停 大家剛剛聽完了 Daisy的感受 雖然那間屋 不是我住 我看到她 整個family 在這裡 我自己都已經 抹涸 我的心情跟她一樣 都是大上大落 是 嘩 OK 現在我們講到一個正題了 是的 這次又想著 好吧 我們跟 這次已經很聰明 想著跟地產 email 跟她說 不如先找大家時間 我跟你交代一下 我的背景 明天先 那好吧 大概聊完背景 OK 沒問題 我們去看樓了 看好了 昨天又跟業主都在 因為業主開門 嗯 因為我沒有入屋 當時還是那個 社交關係 那樣東西 有很多事情要尊重 是的 我在外面 跟業主聊天 有個好處 他是黑人 OK 大家都是屬於外國人 在這裡生活 跟他聊到 業主說要什麼 有個洗碗碟機 你跟他買一會 好 可以 可以 因為最重要的是租賭 我們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 先把電波給你 嘩 打算 可以了 業主說到頭了 打算 一定可以了 接著 到地產 我們傳一些文件過去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可怕 不是的 你好像是還給了 HOLDING DEPOSIT 對 錢已經過了 對 過了HOLDING DEPOSIT 順便要加文件 地產問我們 你有沒有這邊的收入證明 要三個月的收入證明 有沒有呢 沒有 新移民 跟你說錯了 一早交代了 我們剛剛進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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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因為我們公司 一定要經這個 叫做 REFERENCE CHECK COMPANY REFERENCE CHECK COMPANY 是的 我們一定要經 我們幫你問一下 Manager 問完 他都說 沒有可能的了 你沒有可能過到 REFERENCE CHECK 我退回HOLDING DEPOSIT 唉 晴天霹靂 HOLDING DEPOSIT 收了 打算 可以了 你知不知我怎樣 當時我心情就跟他上大陸 不是吧 這樣都可以 我已經是大到 第一 第二 嗯嗯 嗯嗯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他問他 你有沒有 你沒有Credit History 不要緊要 你有沒有擔保人 死就死吧 雖然和他認識都不是很久 我還擔保人 行不行 真的幫到盡 不行 不行 我自己租行不行 都不行 因為 我不是住在那裏 因為其實當時 我已經急到 我這樣說出來 因為老實 我跟Daisy 真的不認識了很久 是的 那次都是大概 第三四 第幾次見面 第三四次見面 因為當你見到一個媽媽 整家人來到 我真的 是很 我不知道怎麼說 身同感受 身同感受 是啊 真是身同感受 真的很好 那一刻他情感 已經是出手 光手 你其實一個 新式的陌生人 你不可能幫到他這樣 真的很難 真的 那一刻我自己 真的都 因為我太感性了 真的很好 那好吧 我們說回 怎樣我們 最後成功 你成功租到 唉 心情很低落 但是低落 都要找地方搬 是不是 繼續上網找盤 嘩 竟然發現 同一個租盤 同一個地址 去到第二個地產 行了 第二個地產 那我們是否應該直接 又經地產再搬 不是 是啊 你又打電話給我 出錢 嘩 這間屋呢 他搬了第二個地產 我說我都轉了 看他呢 以為 十成實是租給你的 為什麼你現在給這個地產 阿姨阿周 都阻礙了 變了他是心急想租出一個盤 是 那因為這個 Agent 做中間人 明白的 因為英國的Agent 是很多次 是真的 按照他的規矩去做的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的規矩 那Daisy呢 就會跟我說 喂 我不如contact 那邊那個地產 跟著我就說 你找他 你不如直接 找阿 業主 阿業主 阿業主 反正都知道他住在哪裡 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搬 那Daisy呢 就很努力地 就漏東西寫了一封信 簽字文 簽字文 那那封簽字文呢 那我們第二天就直接索性是 找業主 然後放下一封信給他 看看會不會受理 是啊 其實都是碰運氣的 你知道他那天可能會搬 但是不知道他 是不是在這裡 沒錯 我們碰運氣 打算敲門 不行就洩封信進去那裡 幸好 我們真的看到業主 可以當面跟他再談 是的 原來一談之下 原來業主都不知道 我們因為地產 他們跟那個規矩去做 而turn down 其實我的建議 就是因為 現在open rent的業主 都是自己私人放手的 也都聽過一些open rent的業主 他們都說 很多時候是因為經過agent 而令到他的租盤 未必去那麼理想 那麼快 又或者agent 都收得不少的費用 那是他們是food open rent 我們也都把Daisy 整個她的原因 就跟業主說 因為他們是immigrant 我們大家都是過來人 是有一個難度在的 那麼最後 業主呢 都 都要和太太商量 都不錯 起碼她肯接受了我們的討論 聯絡 那之後呢 亦都說完之後 她要和太太商量 我們就約了另外一天 就上去 再和業主兩夫婦商量 對於時間的關係 業主很快就和太太商量好了 就馬上又叫我 喂 你下午可以上來嗎 我們又再商量了 我們本身已經和業主說了 我們可以給一年租金 我們做好功課 很多香港人都說 半年至一年租金 一定可以 怎知道 最後你是給多少呢 18個月 還要一次過給完 還要再加一個月的holding deposit 所以其實這次分享給大家 主要給大家了解多少少 在英國租屋的問題 應該來說 網上的資訊 已經很多人都了解多一點的 但是也有很多 或者是暫時現在才開始做功課 未曾完全了解英國的租屋市場 那我在過去的影片上 都分享過 他們選客是會選哪幾類 唉 好了 安樂了 你知不知道 到他說要搬那天 租到那天 搬走那天 真的抱著哭 真的抱著哭 那個心呢 就好像最初 聽到Ida她一些的問題 過程 其實Ida那個 都是有一個 故事 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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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她打電話跟我說 我搬到了 我很開心 正如之前Mandy她進去 我很開心 好幾個進去 很開心 你打電話跟我說 我已經很pleased 是的 真的 好了 今次先分享到這裏 多謝Daisy 這個心情 寶伯 你的租屋過程 讓大家了解一下 是 OK 拜拜 我們還有另外的 一兩集 是的 OK 看看Daisy可以和我拍多少 如果拍得多的話 那就分享多些 實質英國的指示給大家 好嗎 OK 拜拜 好感人 好感人 在這裏 我拍的 好感人 好了 俠傑 看